2011.10 天天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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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狗子你试试看 这个剪这个也好好剪 好烦喔 好烦喔 两位艺术家 一把剪刀 一叠色指 似乎可以就这样 玩上一整天 聊天内容 很生活 也很特别 这也是 他们共同的创作方式 剪指 这个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它就变一个脚印 从瞪大眼睛的猫头鹰 尾巴还没消失的小青蛙 到穿着拖鞋 上街抗议的摄运题材 都能用剪指来表现 潘嘉欣和古国轩 会选择一起绊展 除了气味相投 还彼此崇拜 看对方作品的过程中 其实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酷喔 好酷喔 我想要 对 就约说好 一年前就约说好 我们来做一次联展 接下一年我们就 光阴似箭的就是流逝了这样子 等到要办展览的时候 这两个人就觉得 这么办 很想做可是很想睡 灵光一闪 主题就这么定好了 困伴不仅是两人的问候雨 睡觉 起床 梦境 全都成为他们探讨的命题 这也很好玩 就我有跟嘉欣聊过 我在做梦的时候会飞的 就是这种场景 可是问题是我飞得很不好 就是我飞飞就是 我常常是属于坠落 然后要很努力地又拉起来 或者是会撞到树啊 就是这次其实算没有先约好 可是两个人都很自然地会 做到飞行的一个异象 就是我也是会在梦里头 飞来飞去的人 生活受挫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说要睡一下 在梦里头飞个两圈 心情会很好 所以 两人认为剪纸创作 虽然有着不可逆的难度 但只要换个方向 角度 再看一遍就会有惊喜 可是因为剪纸或者剪刀 它会让你有限制 它会比较难 没有那么容易控制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控制 这样做的时候 我必须去接收那些 没有办法预期 或者是那么精准的东西 暧昧的创作理念 透过剪纸表现得更加明确 看着两人拿起剪刀划开纸张 失忆的作品跟他们一样 天马行空却很实在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艺术家 非常不一样 他颠覆了传统的剪纸 他的剪纸可以是立体的 他可以大到占满整个房间 他也可以是朋友之间的交换礼物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剪纸艺术家谷国轩 国轩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国轩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 看到那个剪纸 真的跟我们传统之中 认知的很不一样 这个展览叫做 《困扎伯》 对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展览叫《困扎伯》 其实这个也很好笑 因为我跟我朋友潘嘉欣 我们一起做这个剪纸的连展 起因是因为 我们其实一直都觉得 对方做的东西非常有趣 然后我们两个也都剪纸 我们想要做一个什么 但是这个什么就一直 不知道为什么生不出来 就是大家都很忙 就生不出来 那有一天 因为我人在台北 他在台南 对 我就觉得这样下去 我们展览要开天窗 我就冲到台南去 然后那天我们都很累 然后两个人就泪摊在一个 文青的咖啡店的沙发椅上 然后在那边聊一些 我们为什么都睡不饱 这样子的话题 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展览 叫做《困扎伯》 就是我们期许我们新的一年 可以好好睡觉 好好起床 好 这个展览名称很颠覆 可是其实它的剪纸的内容 其实也很颠覆我们传统对剪纸的想像 你知道我们传统的剪纸就是红色的纸 然后对折对折对折 对它会剪窗花或是字 但是你的剪纸很不同 其实刚开始剪纸也很有趣 可是因为我也不是任何美术科班出身 等一下 华轩跟我们说一下你是什么科系 我是台大的农业化学士 对 然后我后来毕业以后到成品书店工作 对那因为工作也很忙 所以虽然有想要创作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是也很难就是时间啊或者是经历上也有点困难 其实在书店工作的充电很重很重的 我们常常加班一起加班到很晚的时间 对那时候我刚好收到一个朋友他的剪纸 就是他那时候也在做有点像交换的东西 然后他就送我一张剪纸 那他就很简单也是像小朋友的设计一样 这个大小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 有一个简单的框我就放着 就每天看每天看 然后我也没有做任何事情 对 然后几个月之后我就看看 我就想好像没有很难 然后我就拿着剪刀跟设置我就开始剪 你的那个朋友送给你的剪纸 他的图案是什么 它是一个对称的图案 然后有水仙花 然后有一些植物跟天使这样 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美的一个造型 然后刚开始试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称然后去剪 但后来因为我觉得 应该是我喜欢具象或者是像动物的东西 就慢慢这些东西就从纸张自己跑出来 对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你一边上班一边剪纸 对 你每天都会剪吗 那时候刚开始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很认真 就是想说好反正我现在想要来玩玩看这个 所以我就规定自己每天要剪一张 就会跳出来 像有一天我就是看到卡车在路上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结构很有趣 就是卡车 以前不会仔细观察 对 你就想原来卡车下面有备胎 然后有什么电瓶 哪里有勾东西的位置 这样就停空灯的时候就在那边研究一半 然后我想回家的时候就用卡车做主题 上面载的都是动物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就因为我很喜欢动物 所以我常常会把动物的角色加进去 所以在开车的是谁 在开车的呢它其实是一只袋鼠 它前面有一只小小的 是袋鼠 然后这个是它尾巴 就是它的尾巴 那因为袋鼠它开车开很快 它其实是一个飙车组 它开的时候就咻 就是那个整个整只袋鼠都往后仰 那后面因为大雄 大雄因为它有扶着这个卡车的前面 它就站得很稳没有问题 然后后面有长颈鹿 就是因为很快 然后它脖子又很长 所以就在那边晃 然后后面还有一只企鹅 已经快要飞出去 哦那是企鹅 对有一只企鹅快要飞出去 对然后这个卡车就 有特别做了备胎 然后也做轮胎吻 还把它剪出来 对对对 所以你都是睡前剪吗 对啊我那时候 大部分是睡前剪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在睡前做这件事情 就是躺在床上 然后就剪纸放在这边剪 然后都会觉得我快要睡着了 对然后剪完就赶快放在书桌上就睡觉 所以你果然一天一个作品 对那时候这样 而且刚开始我 我也有给自己两个小小的规定 嗯就除了一天一张以外就是 我规定自己只用剪刀不要用刀片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本来是一个比较小心的人 就是我希望因为剪刀相对于笔或者是美工刀这种比较难控制 对那它会造成一个因为难控制 所以你必须会有一些意外或者是 我后来觉得那可能是惊喜啦 就会让你觉得 诶其实这样子的线条 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掌握的东西 其实会给你一种更不一样的趣味 另外一个点是我不打草稿 嗯 所以呃这个也是 你不打草稿 嗯就是在纸张上不会画任何的东西 你的那个卡车也是没有打草稿的 对呀对呀就是直接 直接用剪刀剪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这也是会 我觉得这都是后来就觉得 哦这就是一个是你要去面对说 呃剪下去 因为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 不可逆就是剪了以后 因为它纸就掉了嘛 对 不像你画图也许你还可以用相机擦 或你要盖都可以 对对可是它就是掉下来 嗯 那你就看着这片掉下来想 嗯怎么办呢 那一个就是你去接受现在这个画面 那不然就是 诶也许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让它长出一个新的样貌 对那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 这个惊喜的感觉 或者是说去接受一些东西 反而会让人更自由更自在 那个动物是 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互动性 就是它摆在空间的时候 你是可以走到它旁边去 大熊它就是这么胖 它就应该要这么高 对对对 然后场景如果我说它号称180 因为它就是投胎出来 刚好可以吃树叶这样 它是180公分 好 其实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你的作品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传统 跟传统差很多 我手上有个东西真的好厉害 嗯 这个 它是 夏日书 这是一本书 剪纸也可以变成书 对 这一本叫夏日书 然后它就告诉你说 夏天可以穿很多的鞋子 我必须要说实话 我看到那个剪纸是剪 穿着假脚脱的光脚的脚丫子 或是穿着converse 穿着球鞋这样子的剪纸 我感到非常惊喜 对 就没有想过这样的图像也可以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 不管是剪纸或什么 其实很多生活中的片段 不管是说你的感觉 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 都是很有趣的 对 然后会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而且这个上面还写了 凉凉海里有青青的声音 这是你的书里面的字 穿各种鞋子 可以吃很多水果 这是夏天 目前做了春天跟夏天 那秋冬会陆续 去哪里了 陆续会跟进 为什么会出这样子的书呢 剪纸书 其实那时候也很有意思 就是在那个2013年的台北国际书展 对 那刚好有 有一个机会 就是324版画工作室 他们邀请我 还有其他的一些 他把定义成手工的匠人 就是匠师的概念 那邀请一些 包括像做凸板印刷 然后手工 装针 剪纸 折纸 造纸 就很多很多的师傅 那其实他的第一 都是很手感的作品 对 很有趣 就不只是大家想像的老师傅 是有老师傅 没错 然后但也有 比较中壮辈的 是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就是觉得说 其实都可以尝试的 所以那几天的书展时间 我们就被关在一个叫做 孟之屋的地方 就在书展的摊位 搭了一个很奇妙的房子 对 就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 然后一个人有一个小房间 所以去逛书展的人 可以到那个孟之屋的外面 去看看你们在做什么 外面看 说我们在干嘛 对 就每个人 在有 在进行他自己的工作 对 那也会开放一些workshop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进来 就是体验我们在做什么 好有趣喔 然后其实大家今天可以看到棚内 我们放了很多你有国轩的作品 在我的旁边这个是一只猫 其实这个猫是有一个系列 对不对 除了这个大幅的 还有这样小幅的 对 嗯 超可爱的 然后国轩为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妹妹 嗯 妹妹是秀气谨慎 轻轻远望 写在这个后面 妹妹是你家的猫吗 不是 是我们家楼下小学的猫 那也随便帮人家取名字 当然啦 那这个系列其实 因为它原本是大幅的作品 是 那那时候在想这个展览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的是说 呃 我们常常会觉得猫很可爱 或者是什么 可是它也许在呃 比如说在街上 我们可能只会觉得说 哦 它都是流浪猫 或者是街猫 那 呃 也许一般人会觉得说 它们是会吵啊 会带来脏乱啊 什么什么的 但我会觉得 呃 就像刚刚说 名字的这件事情 对 一样取名字 比如说我叫的出这个人的名字 对 那它跟我就有一定的关系 它有独特性 你就跟它建立了 对对 你跟它之间的 没错 嗯 然后它也是变成 从这一群好像流浪猫 抽出来 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是 是 我觉得其实动物跟人 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就是它其实就是 呃 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这个系列我把它做成 呃 一个肖像的概念 嗯 就是猫肖像系列 就是每一个我都用一个全开的 比较大的尺寸 对 然后每一幅就是一只猫 嗯 然后我有帮它们取名字 哈哈 有 我觉得我观察到它们的特色 对 但是后面那幅橘色就是 它叫狮子 哦 它叫狮子 就是在那个 呃 学校的 呃 栏杆上面 嗯 然后都这样子 往下看 没有气势的 服侍了大家 对 所以你出门的时候就 嗨呦狮子 哈囉美美这样 对 你都不加害过去 除了猫之外 其实你也捡了好多动物 嗯 春天的动物们嘛 嗯 对 我其实从最小 就像刚刚看到的 每天捡衣服这种小的系列 开始慢慢 也尝试比较大步 比如说像猫 然后像春天的动物那时候 其实是一开始在台南那边的 星光三月做的展览 嗯 那后来也移到台北的 面包树工作室 嗯 就是一个我朋友的 其实他们在老公寓里面的工作室 做的展 那呃 那个动物是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些互动 嗯 就是它摆在空间的时候 你是可以走到它旁边去 就是它 因为它的尺度是大的 对 而不是只是像拿在手上 赏万的那个概念 是 所以那时候开始思考一些跟观者的关系 对 那而且做大会有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对 比如说那只大熊它就是这么胖 它就应该要这么大 然后这么高 对对对 然后场景如果我说它号称180 因为它就是投胎出来 刚好可以吃树叶这样 它是180公分 好 剪脂也可以是立体的对不对 嗯 你还做了一系列立体的剪脂 对 因为后来在空间的尺度上就开始想说 也许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尝试 所以在2014年的2月份 在板橋那边 就1、2月的时候在板橋的435 一文特区就做了一个展 那那个时候我开始用到很大的材料 就是有一卷 我用了两幅啦 那一幅都是长就有11公尺 然后宽有 11公尺我们想象一下 11公尺可能比我们客厅还要长 长很多 对 然后宽就是 快要将近三公尺的宽度 那是从天上垂挂下来 然后一直垂到地上 那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有工作室吗 在工作室把它摊开一下 我的工作室就是我家 所以我的家就是 在我创作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较辛苦 因为 确实没有人客厅有这么大 所以 那个纸是一整卷的纸 它是一般摄影棚 在用来拍去背的时候 用的那种背景纸 它是一整卷并没有接的 所以在创作的时候 我其实是一次 先把客厅的东西全部清空 对 然后一次拉出 比如说大概三公尺 就是客厅大概三成三也差不多了 对 拉出那个距离 然后我就要很小心的踩在那个上面 去剪 直接在地面上剪 那剪完的部分 就得要卷起来 所以你剪的时候是蹲着这样 对 蹲着 蹲着剪 然后要站起来看看 因为要站起来看 因为它很大幅 可能又看不清楚 所以要爬到桌上 就高一点去看 那剪完的部分 我要再把它卷起来 我才能再拉出新的直来 对 然后这样子一直接续地把这十一公尺剪完 嗯 然后所以我知道布展的时候打开来 我才看到 哦 原来我的作品长这样 原来我的作品长这样 对 她那时候送我一张很棒的照片 就是她的双脚是踏在田里的 嗯 然后那个秧苗在地面上这样生长 然后阳光灑下来 是是 那我就看到张张就觉得 哦 好棒哦 就是 呃 就是一个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是 好好过的那个感觉 而且是一个很踏实在土地上 嗯 所以我就剪了一个 跟它很类似的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人双脚站立在土地上 对 好 我知道其实你跟朋友们之间有一个 交换礼物的计划 对 已经好多年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交换礼物 因为我是从2009年春天开始剪 就是那个每天剪一张 对 那后来因为工作我比较忙 或什么种种原因 对 我们就 就有点断掉这个每天一张 那到年底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 我想要继续再启动或者剪纸 然后就想说那我要做些什么 让我更有动力 所以那个我就想到 诶 一般人在岁末年中的时候 都会玩交换礼物 对 那我就觉得这个只是交换东西 其实交换物件没有那么有意思 对 我就想说那我邀请我的朋友 送我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物件 或者照片都可以 对 那我就剪一张纸送给他们 就是你跟朋友们之间的交换 是朋友给你一句话 你就从这句话得到什么灵感 你再剪一幅剪纸回送给你的朋友 对 因为我这个计划就做了好几年 那其中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已经连续参加了两年 然后第三年所以我问他说 你今年有没有就是在参加 要送一次 对 然后他就 那时候他刚好在忙 然后他又生理期就是在肚子痛 他就没有办法很认真地回应我 他就说我在肚痛你不要吵这样 我就哦 然后我就说到底有没有要参加 他就说 等一下我要打一个叉 其实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是赚到 就我随便给国轩一句话 然后国轩会给我一个礼遇 所以我期待大家 不是随便给我一句话 对 是真心诚意的给国轩一句话 对 然后但其实都会碰到很有趣的状况 因为不同朋友的反应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其实也是 做这个计划有趣的部分 嗯 因为你就不知道对方会怎么回应 是是是 而且那句话真的可以看出他的个性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女生 嗯 他就肚子很痛嘛 对 所以他跟你说什么 他就说那你给我一张 就是驱除筋痛的符好了 符咒 然后我就非常的狭眼 我想说这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不理我 就飘着 他就去工作了 对他就去工作 然后我就非常的苦恼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 他就是真的很痛的样子啊 我要帮他点忙这样 嗯 所以我就去先查了一下 就是什么中药材 是对符性的生理痛 会有 可以疏解这样 疏解的帮助的东西有哪些 就先去研究一下 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好朋友 对 然后 我就后来再去研究说 那符会是怎么写的 其实通常是说奉令谁谁谁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圈圈圈圈圈圈圈 对 你果然有去研究过 有有研究 浮头浮脚是这样 对 那因为我也不是道士或什么 是 不敢就是僭越这个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把 我查到这些药材的 的 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组合起来 让它看起来有一点点像符 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祝福的意味 那剪完以后我就觉得怕还不够力 我就跑去龙山寺找华托先师 就是请他再帮忙加持一下 对 这样再送给我那个朋友 我觉得这真的是诚意十足了 对 我知道好像还有一个去务农的朋友 也给了你一句话吗 对 那个朋友也很有趣 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同事在台北认识 但后来他们就搬到花莲去种田了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因为他就住在山下 然后你抬头是可以看到山 然后但是你工作就是在田里 对 那他那时候送我一张很棒的照片 就是他的双脚是踏在田里的 然后那个秧苗在地面上这样生长 然后阳光打下来 是 那我就看到他们就觉得好棒 就是一个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好好过的那个感觉 而且是一个很踏实在土地上 所以我就剪了一个 跟他很类似的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人双脚站立在土地上 对 好 其实我跟国轩认识很久了 大概有七八年 至少 曾经也是同事过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加入国轩的交换礼物行列 所以我昨天听你说 你跟朋友们之间的交换礼物我好羡慕 嗯 所以我昨天给了国轩一句话 叫做 我希望国轩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起床 然后做一个健康的艺术家 非常重要 对 这应该是很多人的愿望 我发现我昨天写那句话 写到最后变成我在许愿 对 所以国轩就剪了这个给我 国轩跟我们说一下 你剪的这个作品 含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上面是有云朵 然后有太阳光洒下来 然后可能有风吹过来 那我觉得很像就是我们生活中 其实就会接受这些大自然的 不管是温暖或者是恩赐也好 对 那都是生活中的礼物 但我们如果只是很快走过去 就会不会注意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剪了一只手 它是张开来去承接这些东西的 对 就是我们其实要提醒自己 可以打开心去接受这些事情 才有可能好好的过这些 对 就像刚刚提到的 对 其实要先有这样的心 是 才有办法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那所以 我这张 这个手张开以后 它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牙 对 在这个中间 手心长出来 那因为我剪的时候 我觉得它其实 它长得也有点像蒲公英的种子 所以它好像又是一个牙也可以是种子 它也可以再飘送出去 总之它就是希望 大家希望 好 谢谢国轩 你的礼物真的太棒了 我们也祝大家2015年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起床 然后每个人都很健康 对 谢谢国轩 谢谢 谢谢 谢谢